香港现在经济暂时都不上去,只是看到股市留小诗 你买楼,近几年买楼,现在你放盘,很多都要虧本收场 差在虧多少,股市又不用说了,日本美股又在弹弹弹 港股私人读潮水,民意建联提倡不如这样 再搞地摊经济,刺激消费 大陆内需都搞得不好,因为那些人有钱都来还债 企业都是,在大陆那些人有钱,或者企业有钱都拿来还债 没有多月钱拿去消费,没有多月钱拿去投资 香港也是,因为环球数据还未好,进出口都是差 五月都跌十几%,消费又谷不起,但你如期就搞地摊经济 当年试过,搞腾龙去,但对经济的刺激有多少呢 当年靠自由行,但自由行下来是怎样的 小龙书教你免费睡麦当劳,免费睡社区会堂,社区中心的秘书中心 跟那些有需要人士在那里争,明明那些是给一些基层有需要 比如露宿者,或者在家里住劏房,甚至冷气都没有 甚至支付不了庞大的电费的基层居民在那里睡下 你不是去去争,又教人怎样睡中大何善行大楼,怎样免费去洗澡 或者去食黑庙,拿别人的东西走来吃,是这样的 这些说对香港消费有多少,再不是那些,廉价团,迫着吃那些几十元的团餐 不是迫着土瓜环,现在就迫这个尖沙咀 对香港的经济都没有什么帮助,对消费很多的零售业都没有什么大帮助 你以为民建联整些屎票出来会帮到手,你不如这样叫陈老波消费券不要减钱 消费券都麻烦到,沿路八辣通,我都听查餐厅,学汤文论那样 真是听着查餐厅有些顾客在骂,不知怎样拿不到,明明洗光了 可能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八辣通它里面,有些你以为是洗洗消费券 有些人又不懂去Apps去查,可能有些原本是八辣通那些余额来的 你以为是洗,洗了这个,还剩下几乎鸡,还有几乎鸡 搞到这个月也没得到,想想你预期搞地摊经济,一人不买东西 就算是地摊经济机那些东西也不会买的,是吗? 是啊, 況且你搞什麼市集, 說開心香港很多生意嗎? 是不是? 即是低B, 類似的都搞了很多, 不一樣不行 全民主要來這些, 一定濕了廢話 然後真的消費券, 要你做好一點, 你又幫不了手, 提議不到好的措施 陳某幫我越搞越衰 所以你會見到香港在這些民建聯, 叫你應該出聲的地方 譬如好像精進建築, 在佐敦消防局的地盤 兩年前沉乾, 明明去年要員工, 到現在還沒有員工 然後又出現豆腐渣, 又出現鋼筋外露, 蜂窩狀的建築 然後你今次精進不敢出聲, 因為踢爆你東方日報 不敢說人家誹謗, 不敢去告人, 不敢回應 連答問題都不敢回應, 建築處那些監管給記者問你 究竟是我們記者發言, 還是你發言, 答不到你 什麼時候發現建築有問題, 答不到你, 完全這些監管是不力的 然後這些事有沒有見民建聯會出來發聲 所以這些議員真是, 你個個應該要出聲去監察的時候 不見人, 或者不出聲, 好像鴕鳥, 或者扮陳伯祥 我不知道, 我不管看不到, 到你有建議的時候 這些建議呢, 完全是根本對社會沒有幫助 或者出來廢話的, 然後你們這班所謂五光十色這班人 你看看現在的狀況, 香港現在的情況, 和這班人的能力成正比 大家都這麼差, 不是建議地攤經濟搞市集 你不如想一下實際原因, 它是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有錢去旅行 再不是上深圳消費, 這個才是主因, 唯一我見多些是維坊開幕的時候 那兩天就被殺人, 那些人寧願上深圳消費, 它現在 政府就想一下, 這件事你是怎樣搞, 但又不能阻止它出境 好像你香港競爭力, 它現在, 你再對比它新加坡 有沒有看沈祥耀說話, 生物醫藥的研究人家多你五六倍的投放 政府的配合是多很多, 香港呢, 臨秦研究本來它贏人 但你不會將那些臨秦研究轉成為產品, 浪費很多資料 在很多醫護, 你臨住人, 新加坡出很多招, 它流人 而且不會太過流水作業, 令到那些醫護做事, 那些士氣太過低落 好了, 新加坡當日, 造屋, 被人大讚, 搞得很好 其實新加坡造屋的概念, 就來自香港公屋的概念 人家學你, 那結果怎樣? 青出於藍, 不知道多少倍 人家上年四月就開始對外開放, 香港今年一月才開始 現在新加坡最新的數字, 已經是不單恢復疫情之前的遊客 再多過疫情之前三成, 酒店價格高過疫情之前三成 香港呢, 都只有之前一半左右, 疫情之前一半左右 你看復甦是慢多少, 香港的後知後覺是差多遠 再講一下, 新加坡譬如在瑞信的危機, 吸引到一些海外資金 瑞士資金流向新加坡, 香港一對比之下, 連東方都寫文章罵 吸引不到, 差很遠, 那為什麼? 你金融方面, 香港就是國際金融中心 這些觸覺非常低, 再看人家新加坡學者, 她說你, 香港太過左 如果太過左, 更左過上面, 我直接投資上海 小哥來香港嗎? 你想連李光耀的書 在香港公共圖書館都要落架, 這個真是天大笑寡 李光耀和中共的關係, 大佬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這麼老友 然後連李光耀的著作, 在香港公共圖書館都落架 老順都已經笑話了, 司徒說不可以抗中很多書落架都成為笑話了 很多書在澳門大陸都可以借到, 香港借不到 連李光耀的書在香港公共圖書館都要落架, 開文處處長要炒友 民旅局局長楊敬雄要打屁股, 這是不是笑死人, 被人家學者志出來 為何連我們新加坡, 國父李光耀的書在香港公共圖書館都要落架 你香港你怎樣搞, 令左勿又到這樣的情況 李家超都經常出去, 在大陸去新加坡等等, 你學到些什麼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學到些什麼, 除了你說些東西好吃之外 我真的想知道你談到什麼, 我們談到什麼, 實際上 可不可以出來一看, 咦不是, 有很多都還未好實 可以見到現在都淪為吹噓不滑嘴, 你再見一下 譬如越來越多人, 死靖海猴的文章就退有轉變 但越來越多建制派出來反映著 現在你李家超政府走的路線 好像謝偉俊都說, 軟對抗軟實力一線之差 而這篇專訪登出來的是星島, 當然星島後來都問鄧炳強 鄧炳強都在說這些歪理, 反駁回謝偉俊 但是你一方面就說, 我們不會影響那些人的言論自由 甚至更加保障你, 你批評沒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 比如你見《文匯報》 連那些關注劏房住戶權益的組織 去了親身帶劏房戶, 去了一些簡易公屋去考察 實際的選址, 指出有什麼問題, 或者怎樣不方便 吸引力怎樣不夠, 你都說別人借一些意 就在這裡會危害國安的, 借著民生政策危害國安的 你有沒有見鄧炳強或者李家超這些東西出來反駁 沒有嘛, 很多時候譬如謝偉俊說一下, 或者那些人出來跟你說 不要令左膜右, 不要失去香港的獨特性 這些你就出來反駁, 而那些又離了大譜 泰國左屋的言論你又不反駁 就會被人覺得你大勢超, 知道其實你在走什麼路線 而這路線其實你問心, 為什麼靖海由第一篇文章 得到這麼多建制派出來支持和附和 因為別人的建制派都見到的問題是很大的 所以李家超現在你走著林鄭2.0, 報著林鄭後城 你看林鄭去到書展, 哇又要星期日最繁忙時間 塞住了條路, 旁邊又不知道那麼多保鏢 阻鬼住了, 又要專門揭押習近平的書 你幹嘛出來表態, 假裝什麼 沒有你份的, 林鄭, 別在這裡, 阿滋阿滋, 阿滋, 阿滋, 樂, 哥 快點不要你前特首辦公室, 浪了你那麼多錢 一個梁振英就是拆全賽感的, 繼續說英國怎樣, 那裡怎樣 而自己的子女繼續在英國, 英成一個現任的李家超 因為然後被這麼多建制派都出來, 諷刺著或者批評著你現在的路線 是很有問題, 所以香港為什麼由梁振英去到林鄭 去到李家超年代, 是繼續香港現在的情況這麼一決不振 是因為那些當政者, 執政者, 走的路線,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